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佛手造型的茄子 那就叫佛手茄子 外酥里嫩 营养又好吃 这样的茄子一上桌家里人都会惊讶 太厉害 茄子原来可以这么做 我们做这个佛手茄子 我们把这个茄子先给它改成 改刀 先把这个茄子 上面要把它劈一刀 圆一点 上下都改的差不多 然后这边也是三刀 上面三刀 下边也是三刀 好 现在改成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放在水里面 加上少许的盐 再腌一下 一个茄子不变色 另外一个是把个底味 腌制五分钟 我们把这腌制好的茄子取出 把水给它攥出来 清洗过之后呢 然后蘸入生粉 全部给它拌一拌 拌好淀粉的茄子呢 给它抖掉生粉 再拌入蛋液 把它拌入蛋液 蛋液的茄子 裹出面包糠即可 均匀地撒入面包糠 均匀地撒入面包糠 好 锅内加入色拉油 烧至五成油温 下入我们 裹好的茄子 我们把炸烧好的茄子 翻一个面 两面炸至 来 这我们把炸烧好的茄子 捞出 这是我们调制的糖醋汁 分盐沙汁100克 醋80克 然后糖100克 加适量的清水 里面再加少许食盐 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汁 倒入锅中 大火烧开 起大泡 淋入少许湿淀粉 好 少许明油 好 即可出锅 有了 好